B-52轰炸机堪称是轰炸机中的长寿星 以航程远载弹量大而声名远扬 尤其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其用地毯式轰炸摧毁一军防线的画面 只管展现了其强大的破坏力 但许多人不知道B-52也承担了打响海湾战争第一枪的任务 只不过其实在伊拉克防空雷达探测距离外 发射AGM-86C型空射巡航导弹 那么美军为什么要用轰炸机发射巡航导弹 又为何以这种方式来打响海湾战争第一枪 今天美俄的空射巡航导弹又各是什么水平呢 尽管知道今天巡航导弹看似已经遍地开花 但全世界能够在空中发射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却寥寥无几 可许多军迷都想不到 世界上最早尝试用轰炸机发射巡航导弹的 正是以黑科技闻名的纳粹德国 1942年德国开始研发V1巡航导弹 但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 其整体设计非常原始 特别是脉冲式喷气发动机性能不过关 不但导致许多V1在发射之后解体坠毁 而且还存在推力偏小的问题 所以德国工程师想出用固定的弹射弹 将V1导弹发射出去的方案 1944年6月13日 首次参战的V1导弹 就是利用法国加莱海滩上的发射轨道 弹射发射出去的 可这样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 盟军很快就发现了V1导弹发射阵地 一顿狂轰滥炸就让V1变成了无用的废铁 而且盟军在登陆之后迅速向内陆推进 极具变化的战线使得几乎在任何地方 修建固定的导弹发射平台都没有意义 于是德国空军本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竟想出用HE111轰炸机 携带V1在空中发射的方案 为此改造了一批HE111型轰炸机 拆除了部分邮箱和设备以便减重 并在左翼挂在一枚V1导弹 但是相对于发射重量2.2吨的V1导弹 最大载弹量仅有2吨的H111 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这不仅导致每架轰炸机只能携带一枚该弹 起飞之后飞行员要艰难维持在空中的平衡 而且还出现过轰炸机刚离地 导弹坠地爆炸 反而摧毁轰炸机的奇闻 战后统计 在全部被发射出去的超过1万枚V1导弹中 有大约1200枚由HE111轰炸机在空中发射的 一名德国天才设计师甚至设想造一架很大的6发轰炸机 挂在6枚改造后的V1导弹 时期可以在德国本土起飞 就能攻击英国和苏联腹地的目标 然而纳粹德国很快覆灭 这一方案也就停留在了图纸上 二战之后 美苏两国并没有对空中发射巡航导弹感兴趣 反而耗费巨资去研发 用固定发射架发射 可飞行数千公里的洲际巡航导弹 但发现在当时技术条件下 只能让巡航导弹在高空飞行 命中精度偏低 还容易被拦截 以至于战略巡航导弹被忽略了十几年 直到1970年代才重新被重视 1973年美苏对抗达到高峰 美国军方认识到双方的战略和武器 已经达到势均力敌的状态 继续增加弹道导弹意义不大 而传统的空袭武器又很难突破 苏联由米格25战机和萨姆防空导弹构成的严密防空网 于是在海军研发BGM-109 也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的同时 美国空军也决定搞空射型巡航导弹 波音公司提出的以斯卡德亚音速巡航诱弹为基础 研发AGM-86巡航导弹的方案被采纳 初代型AGM-86A长度只有4.27米 发射重量860千克 动力装置为一台F107型小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 弹头为122.5千克重 20万吨当量的W80型核弹头 但由于弹内燃料有限 其最大射程仅有1300公里 没有被美国军方相中 但是AGM-86A采用了惯性制导 加D型匹配修正系统的复合制导技术 使得该弹从轰炸机上发射后 能以超低空贴地飞行 从而规避防空雷达的探测 这一空袭方式的重大改革 引起美国军方的重大兴趣 于是1980年 波音公司推出了AGM-86B型巡航导弹 其长度增加到6.32米 发射重量增加到1270千克 弹头仍是W80型核弹头 最大射程增加到2500公里 满足了美国空军最初的要求 但这时海军的战斧导弹 也已经研发成功 于是美军内部就装备AGM-86B 还是把战斧导弹 搬到轰炸机上产生了争论 不过虽然这两款巡航导弹发射重量 弹头制导系统和射程都基本相当 但是AGM-86B由于从一开始 就只考虑从空中发射 故而其弹体横截面呈仿锤形 正好可以把美衣组挂在 轰炸机弹舱的旋转发射架上 而战斧导弹设计之初 被要求能从潜艇的鱼雷发射管中发射 故而其横截面为圆形 不适合挂在轰炸机弹舱内 权衡利弊之后 美国空军最后放弃了空射型战斧导弹 而是继续发展AGM-86系列导弹 在实际作战中 AGM-86B从轰炸机上发射后 会首先弹出上部的发动机进气道 接着依次展开主翼和尾翼 F107发动机点火后 产生2.67千牛的持续推力 推动导弹以0.7倍音速飞行 导弹的制导系统 可以让导弹按照发射前设定的方向 和50至100米的高度持续贴地飞行 命中目标的原概率误差为30米 但是核武器不能在地区冲突中使用 于是波音公司很快研发了 该导弹的常规型号 这就是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 AGM-86C 跟AGM-86B相比新型导弹外形不变 发射重量增加到1450千克 但该弹在载荷上 遇到了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问题 如果用122.5千克的常规弹头替换核弹头 就可以维持2500公里的射程 但这样的弹头破坏力偏弱 于是换装了450千克常规弹头 由于减少了载油量 使其射程降低到了1500公里 AGM-86C的研发成功 变相延长了B-52轰炸机的寿命 在当时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中 与B-52同时代的都已经退役 B-1A被卡特政府取消 B-1B和B-12尚未服役 而有了AGM-86C巡航导弹 慢吞吞又不能隐身的B-52轰炸机 再也不需要直面敌方的防空火力 可以采用弹舱内挂8枚 两侧机翼各挂6枚的方式 在距离目标千里之外就发射弹药 然后潇洒转身回家 讽刺的是后来的B-1B 由于设计缺陷和战术需求 实战中只能在弹舱内挂8枚 B-2也只能挂16枚该导弹 因此直到今天 B-52的20枚载弹量 仍然是世界最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美军连B-1B都嫌弃 却仍然继续为B-52严授的重要原因 AGM-86系列空射巡航导弹 作为与核战略轰炸机绑定的战略武器 本应该用于打击苏联境内的高价值目标 却不料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 成为了该武器的首次实战 1990年8月2日 伊拉克突然出兵吞并了科威特 8月7日 美国总统布什下令向海湾地区增兵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拥有对伊拉克军队绝对的空中优势 但考虑到后者经过8年两一战争的锤炼 防空力量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一流水平 美军还是决定在空袭作战初期 尽可能使用高精舰装备 以最小的代价摧毁一防空系统 乃至整个军队指挥系统的重要节点 从而为后续的常规空袭扫清障碍 这样一来 没有飞行员驾驶 又很难被常规雷达发现的巡航导弹 就成为了发动空袭的首选手段 1990年11月29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 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撤军 否则授权多国部队对其动武 尽管参战的美海军战舰又战斧巡航导弹 但美国空军自然也不愿意放过这次难得的实战机会 况且轰炸机远比军舰更加灵活 当时巡航导弹发射之后基本上只能沿着直线飞行 空射巡航导弹就可以补上战斧导弹 因地理限制而无法摧毁的目标 按照美国国防部的统一部署 1991年1月17日凌晨 正式发动对伊拉克的大规模空袭 及沙漠风暴行动 而就在1月16日夜 5架美军B-52轰炸机 从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德尔空军基地起飞 跨越大西洋进入东地中海 并在1月17日零点刚过 在距离海岸线约315公里位置 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发射了35枚AGM-86C巡航导弹 这些导弹脱离轰炸机后 迅速俯冲到100米以下高度 按照预先规划的飞行路线 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向预定目标 而B-52这次飞行 共历时35小时24分 往返不着陆航程 23000公里 就在这批轰炸机返航之后 美军战舰才向巴格达发射第一枚战斧巡航导弹 而1月17日凌晨2点51分 美国空军F-117隐身战斗机 向伊军目标投掷了激光制导炸弹 这样一来 大家就都认为是战斧巡航导弹 或F-117战斗机打响了海湾战争第一枪 毕竟轰炸机上可没有随行跟拍的记者 而战斧巡航导弹从美军军舰上发射 拖着长长的尾焰消失于夜色中 却通过电视直播让全世界观众大呼过瘾 美国军方事后确认 大约有30枚AGM-86C导弹击中了预定目标 一些目标难以分辨是被AGM-86C 还是被战斧巡航导弹摧毁 不过尽管35枚AGM-86C 远没有288枚战斧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大 却也证明了该导弹同样是一款合格的战略打击利器 如果面对的不是伊拉克 而是前苏联这样的强大对手 空射巡航导弹要比战斧更能摧毁其境内的纵深目标 神奇的是尽管海湾战争于1991年2月28日结束 但之后伊拉克却几乎成了空射巡航导弹的主要试验场 1996年9月3日 为教训萨达姆美军发动代号沙漠袭击的空袭行动 两架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的B-52轰炸机 向伊拉克发射了13枚改进后的AGM-86C导弹 由于加装了GPS全球定位系统 原概率误差降低到了5米级 这些导弹攻击了巴格达的发电站和通信设施 两架轰炸机共连续飞行34小时 航程达25700公里 再一次刷新了空袭作战的最长距离记录 到了1998年美军又发动了代号沙漠之湖的空袭行动 B-52轰炸机于12月17日至19日 向伊拉克发射了90枚AGM-86C导弹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 B-52再次批挂上阵 于3月21日发射了100枚AGM-86C导弹 从这几个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出 尽管美军武器库中有更先进的B-1B和B-2 但B-52的单位飞行成本更低 也就成了运用AGM-86C巡航导弹的专业户 在冷战时期 美苏双方你追我赶 1968年苏联也开始研制自己的巡航导弹 要求能做到海陆空三军通用 这就是代号为KH-55的巡航导弹 不过该导弹既然要求能从潜艇的鱼雷发射管发射 所以各项特征更接近战斧巡航导弹 其最大的特色是苏联专家 没有为该导弹设计复杂的近期道 而是让导弹从轰炸机上脱离后 用机械装置将涡轮风扇发动机推出弹体 给人一种导弹吊挂着发动机飞行的感觉 KH-55体型与战斧巡航导弹相当 射程弹头和制导系统也差不多 但电子设备落后导致命中精度偏低 而且受圆柱型弹体的限制 速军轰炸机弹舱的旋转发射架只能挂在6枚 即使最大载弹量达到40吨的图160 也只能在两个弹舱内携带12枚 离卜的是进入新世纪后 美国空射巡航导弹竟迎来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原本代替AGM-86系列可飞行3200公里 且具备隐身能力的AGM-129巡航导弹 因冷战后裁减和武器而提前退役 2019年最后一枚AGM-86C导弹退役 可本应取代该型导弹的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却一再难产 以至于现在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 不得不用JASSM导弹来填补AGM-86C退役的空白 JASSM比AGM-86C小很多 因为其最初设计时就考虑到了战术飞机挂载的需求 不过其增程型射程增加到1000公里 且拥有更好的隐身外形和更先进的制导系统 也足以满足美军现阶段的需求 而俄罗斯却改进空射巡航导弹 来提高老旧轰炸机的战斗力 首先是KH-55的改进型号KH-555 其通过增加附加油箱提高了射程 同时增加了格罗纳斯卫星导航系统 提高了命中精度 2015年俄罗斯强力介入叙利亚内战 其战略轰炸机向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射KH-555 成为了俄系空射巡航导弹的首次实战 与此同时俄罗斯军工部门又研制了KH-101型巡航导弹 该导弹不再追求三军通用 故而尺寸有所放大 且外形也呈仿锤形 更是以轰炸机携带 KH-101不仅同样参加了叙利亚战争 而且还在俄乌冲突初期 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但整体而言 KH-101无论是隐身外形 还是制导系统和动力系统 都比不上美军已经退役的AGM-129 而且随着俄罗斯远程航空兵的日益老迈 未来其很难在实战中发挥作用 那么屏幕前的朋友 你们认为未来巡航导弹还会怎么发展 请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是大胖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演员 以后